12月19日,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 对推动香港梁正善治具有重要意义 它的意义当然是在于四百四十几万的登记选民 在当日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投票权 回去一个行政立法互相制约、互相配合 令香港向前走 的重大的意义的日子 据悉,此次选举登记的选民超过四百四十七万名 全港共有十个地方选区 二十八个功能界别及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 立法会选举投票日 在全港设有约六百三十个投票站 约三点九万名来自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员 在各港会工作 宏观此次参选的一百五十三名候选人 有约半数是首次参加公职选举 这批新面孔的背景深增多元 来自香港社会各个阶层 为政坛入入新鲜血液的同时 也体现了此次选举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 新的选举制度立法会的代表性是比过去更广泛的 比方现在有中小企的代表 有基层的代表 有精英的代表 也有各方面的代表 将来的确是五光十四的 各个阶层 各个范畴 各个工种 各个领域都有代表 我们也要见到普通的努工阶层 也都见到有巴士的车长 也都见到有电工 也都见到有不同的 工程师 甚至是巴士司机 他们都可以来参与 以前这些人 在犯政治化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 有机会出来 代表他们自己 那个界别的利益 涵盖的界别又多了 人数也都有增加 外表性又增强了 不论整个选举 都提供到一个非常公平公正 透明的平台 给大家去发出代表自己的声音 很大重视 所以自由度大了很多 一个新的开始 以前从未有过这样 与上一届立法会相比 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人数 由70人增至90人 有153名候选人 竞争着90个议席 在选举委员会界别 有51名候选人竞争40个议席 在功能界别 67名候选人竞争30个议席 在分区直选 35名候选人竞争20个议席 在此次选举中 所有的立法会席位都存在竞争 没有自动当选的席位 有市民表示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 从未有过的现象 体现了选举的良性竞争 为香港选出德才兼备的治港人才 多了这么多候选人 大家出来 在一个公平竞争 那么气氛热烈的情况下 会令到我们外国外国阵营 出来很多 尖子 都会出来很多治港的人才 参与多元 还有公平竞争 大家比的是策略 比的是筋力 其实我们内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在新选举制度之下 如果透过这样一个竞选 叫做良善的竞选的方式 选出的候选人 我相信大家都是凭的是实力 和智力 和能力 而不是一个互相在阶段的那种选举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氛 非常好的制度 在我们今次过半月的一个选举工程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整班好像同学会那样了 大家将来进去已经有一个平台 是一班人一起做事的那种氛围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此次选举具有广泛代表性 政治包容性 均衡参与性 以及公平竞争性 相信经新选制产生的立法会 将更好的服务香港社会 开启良正善志的新天章 这次选举之后产生的立法会 就是会是积极去为香港做事的 如果真的选出来的话 可以代表 可以多些帮香港的青年人 如何融入大湾区 如何去更好发展 今次的选举是非常健康 因为看到那些候选人 是比政纲 比实力 和真的有些实质的建议 所以希望以后的议会 可以越来越健康 亦都可以帮助香港的经济 发展得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